就这个玩意儿 这个这个这个缴费再到对面去是吧 这个不能上面也可以 也可以是吧 哦 这还能缴费 然后再 确认缴费 医保电子凭证 然后呢一扫码继续下一步 啥玩意儿好麻烦的 我这个手机用一下 就这个玩意儿就这个就这个 一体机我今天是住院嘛 住院我爸住院要做核酸 所以刚才给我爸爸做以后呢 我自己是陪护我要到医院去 所以呢我也要 做核酸 但是我自己没有带一把卡也没有带身份证 所以就在这 现在这边 做个垫子的 挂个垫子后 就类似这种垫子 电子号 就是那样子 哎呀就这个意思吧 垫子二维码 然后到这个这边再去刷 开单子 然后再缴费 刚才旁边那个 那叫 导一吧 帮忙跟我一起协助 协助我 协助我呀 我我自己手机玩的这么溜人还要协助我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是不是这么麻烦呀 刷好几道 他说 他自己说的 他说我们这个 液体机是最复杂的 是所有医院里面最复杂的 这不是我说的 所以昨天的视频有人说啊怎么老是 发牢骚 抱怨 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自己为什么老是抱怨呢 老是发现一些别人觉得很正常 但我觉得就很不正常的一些现象呢 啊 但是但是今天是别人自己说的工作人员自己说的他们也烦 他们自己都烦 对不对 好了 这个建筑还挺好的 这个建筑真的还挺好的 这个建筑听说啊 我百度了一下 这个建筑是 一个德国的 设计师 给 那个光谷 同济医院设计的 这个建筑风格 所以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现在到医院啊 要做核酸 这个核酸呢和我们社区里面做的多管核酸 就多人一管核酸不一样 这里是一人一管核酸 收费16元 刚刚缴费了 我八十六 我十六 然后就 就去做核酸 我老头呢 在这 这个是 自给自助 去 那个 管子 试管 一人一管 诶 来大哥 大哥排队 来大哥 诶 不知道我派这么怎么 问一下 问一下 你看我怎么弄就行了 不用不用去问 不用往前 你小朋友是怎么搞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问 你跟着我后面就行了 我也是票 别往前 别往前蹲 还有一个 往上一挨就行了 往上一挨 出来了 飞出来一个管子 那个不 不是 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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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那个吧 他这个 像他这样子 在那个大厅 拿远一点 没有冲飞吗 你们交费吗 没有缴飞吗 那要去缴飞 凭着这个东西去缴飞 凭着这个去缴飞 你没缴飞 这个 干完了 然后在这里做好转 然后在这等着 我等会问一下多多长时间出那个 结果 哇 采用后六到八个小时出结果呀 哎呦 我这真的 都没做过鼻式的 做的都是口腔的 口腔社区里面就做的这个 社区的不要钱 就要钱 要钱的就做到那个 要钱的是单管的 社区都是混减的 把十个人混了一个管 啊 对 那是为了笑的 啊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太深了 我都这么把我的杀了 我都准备要退单子了 二楼前就可以退 退钱 你这五次的两个 你这 他还帮你退 哪里有试管 没有人给我试管 我都可以退退钱 这单子没用了吧 没有 嗯嗯嗯 一下就好了 这要试完啊 这不难好吗 哎呦好 好难受 这个这个结果要真的要六个八小时吗 哦两个 好谢谢啊 谢谢 刚才问了一下两个小时 那还好 那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哎呦好难受啊 眼泪都出来了 眼泪都出来了 好久没做过那个比试的 关顾同济外观 这边全是玻璃的那种建筑 我觉得特别现代啊 这个风格都还不错吧 刚才做完比试真的好难受啊 出来透透气 刚才理解错了 不是两个小时以后 是下午两人钟才出结果 所以还是得五到六个小时 头疼啊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我这个小脑袋是不是又在瞎想 你说我老爸这个还算是比较轻微的一个 老梗对吧 他现在目前没有很大的一个症状 如果说是急性的老梗 老中风 老血管爆裂 这种跑来了后 是不是也需要等五到六个小时 出结果才能够入院呢 因为入院必须要核酸 啊 而且是单人单管的那种 鼻柿子的那种核酸结果才能够办入院手续 要不然他医院不收你的 开了单子他也不收你的 啊 想一想也蛮可怕的啊 万一我比如说我有个什么 动脉啊 化动脉啊 或者是摔摔啥的 需要住院抢救治疗 那是不是都要做核酸呢 都要必须核酸 结果以后才能够入院呢 头疼 就是这样的 哎 算了算了 给大家讲个我们当地的顺口溜吧 为什么 昨天我说过同济 为什么是我们武汉 医院里面是最好的 最好的好吧 原来呀 就是武 就不是原来呀 武汉人一直有这样一条 一条说法 就在 中山大道上面最好的医院 也就是武汉 最好的医院啊 就是同济协和161 还有一口 还一个送口溜 还有一口气 赶紧送同济 同济救不了 赶紧送协和 协和接完账 赶紧送扁丹山 送扁丹山 就这样一个送口溜 就是说这两个月啊 这两个月要说支付好的话 武汉其他的医院你就不用试了 就是扁丹山 扁丹山在着重浅持下扁丹山 就是那个 就是人去了以后埋葬的那个墓地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 和我们家老爷子 老爷子 去找他食堂 这两天可能要来食堂来解决 吃饭嘛 看一下伙食啊 然后我家老爸早上也没吃 没办法 烦死 特别固执 老人我家老爷子特别 特别固执 早上跟他说了 早点来早点来 不行 我要睡觉 哎 没睡好 回来回来就昏睡 后来我听 我猜测是不是老血管 压迫那个什么睡眠 啥的 所以是导致他缺氧 啊 把那个小的 是吧 变成大的了 那就麻烦了 那我就 那我就真的是 就掺着扶着那种 推着那种 是吧 找到没 在哪里 不想吐槽 这孩子想吐槽 我爸爸看了一眼走了 里面 里面啥都没有吃的 就是盒饭 就是两种盒饭 啊 二十多吧 价钱好像都还没怎么 咱们仔细问 然后稀饭 你看这种医院里面 我觉得 这么多 这么大 这么这么大的医院 不管是职工啊 还是那个病友啊 特别是病友是吧 在这肯定想吃点清淡一点的 稀饭呀 粥啊 或者品种多一点的这种服务 是不是会好一点 选择会多一点 他那边 就这么一点小 巴掌大的一个小的碗的稀饭 三块钱 白米稀饭啊 三块钱 你看啥都没得了 炸菜 烟菜 都没有 然后就两个品种的盒饭 就啥没有了 而且不能够堂食 很多人买的 就在外面坐着吃 藕片 千丈肉丝 吻蒸肉 白菜 就是这种盒饭 嗯 我要改改改改改改毛病啊 老是吐槽是不是不好啊 老是不好 来这个好这个好 公园里面有个水塘 又不像水塘 水池 这么就这么浅 里面还铺了瓷砖的那种 水池 这边 这边是它的 C区 A区啊 什么玩意儿 挺好的 多好 那个 特斯拉里面改成床车在这休息 可能是看病的 在这休息 我突然想起我这个房车 一定要把它改起来 是不是 你看现在才十点钟 我到下午两点钟 我还有 还有四个小时 我到哪去混呢 这里面吃也没吃的 我们还准备出去吃 如果我的房车改好了 哎呀我跟我们家 老爷子是吧 两个人可以 在车里面可以坐着休息 不至于到处晃吧 对吧 坐着坐着车 烧烧水啊喝杯茶啊啥的也都会好一些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那个 床车啊 我的房车改造过程要坚持下去 改 搞搞起来 一定要把它搞起来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可以 在这休息有个地方嘛 这真的四个小时 不知真不知道到哪去晃啊 医院就这么大 没什么拍的我觉得 嗯 外面 外面情况呢 都是要核酸检测 然后这边 下车的地方 那边是大门 从那边进来的 那边进来 这边下车 然后从那边出去 绕一圈 这真的就像一个 大酒店或者大商场的一个设计模式 不需判定 自作核酸人员 人生在这儿 我救人卡 零公天岛的一种最新产生进什么栓 是不是 这影响了 龙花人 现在12点半了 离两个钟 还有一个半小时 我现在忍不住了 我来过来看一看 能不能够出结果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系统啊 本机知识社保卡 我是用纸质的二维码 打印 你看 有很多选项 我是电子的 这个就选这个 然后验卡 请稍候 还没出结果 还没出来 那就还有一个半小时 真的不知道在哪去昏啊 这真是烦死了 这真的耽误事啊 这完全 一上午啥事都没干 就是这里 做个核酸 等结果 等了五个多小时 烦人 烦人啊 终于出来了 现在几点钟啊 看看啊 1点45 阴性阴性阴性 刚才我在这地方去 办了那个住院手续 交押金 3000块 就可以进去了 刚才和那个住院部的 打电话联系了一下 他这里的管理就是住院管理 就是封闭式管理 就进去了你就别出来 就不能出来 我刚才 我以为是陪护医 因为其他的医院 我知道 是有 陪护也要办那个核酸的 然后你也可以进出 是可以自由的 他如果 进去不能出来 那我就不行啊 我就不能住在里面嘛 所以刚才 我就和 我家老爷子商量啊 他就一个人住进去 因为他现在 目前手脚都还能动吧 不影响活动 是吧 所以相当于我那个核酸就白做了啊 这个不是大事 行行 现在就这样可以进去了 哎呀真是 折腾了 折腾一天了 我老爷子还在车里面睡觉呢 又在昏睡 三楼是吧 三楼 谢谢啊 走了 这就是护士站 然后这边就是病房 病房 房间还蛮好的 比之前我 家老婆 在中南住院的那个地方要好多了 环境好多了 然后呢这边的封闭管理 不让出去呢 这边门给锁着 你必须要持那个测单 才能够出去 要不然出不去的 封闭管理 进来的就出不去了 禁止探视 外出 如果再进来就要重新 重新做核酸了 结果正常才可以返回病房 又得花16块钱 看到没 病房 但是我出来了 神通广大吧 哈哈哈 有时候挺有意思的 是吧 内部的消息就不能够说了 为什么能够出来 很多 规矩 是吧 死的 人是活的 知道吗 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潜规则 好的 总理来说 我把我家老爷子送进去了 然后组织医师呢 也过来看了一下 了解些情况 然后今天好像做了一个抽血 各种项目的一些抽血 今天下午就开始做了 检查了嘛 然后明天下午还要做 头部的磁共振 磁共振 然后明天我再过来 因为进去了就不能够出来了 你知道住进去就不能出来 然后明天 但是检查呢 是可以出来的 就相当于有个放风桃一样的 你持那个检查 就出病房 然后到各个楼层的 检查的科室里面去做检查 就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 我觉得挺好的 我就不用赔床了嘛 他还是目前能够治理嘛 手脚都不受这么影响 他完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是吧 所以当时的护士说 年龄这么大了 需要陪护 看着他的情况 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要不然我就待里面出不来了 明天他检查 持功证的时候 我再陪着 帮他跑上跑下的 就这样了 然后坐里面就当是休息 对吧 难得嘛 也当是接烟 对了 这里说一下 男人啊 这个烟和酒啊 真的要控制啊 这个 这个 老浴血啊 老中风和抽烟 还有喝酒很大的关系 那个医生就问了我父亲 我父亲的习惯 生活习惯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他的 白天睡觉 晚上不睡的那种 就和猎猫子和我一样的 我和他一样的 习惯不好 然后呢 他还有酗酒 酗酒是什么话呢 他自己喝 喝个三两 但是如果你要是和朋友喝 或者干嘛喝的时候 他就属于闹酒 就完全把自己 喝倒喝醉的那种喝法 就特别 不好 好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他的抽烟 抽烟 特别凶一天三包 一根烟三口 就你想想 凶不凶 就这样程度 所以说 他们说 抽烟会对血管啊什么的 容易老化啊啥 就不太好 反正这是医生说的 所以奉献大家如果有抽烟的喝酒的注意 如果很严重 像我父亲的 就这样子就最好戒掉 那个病房里面是一个病房里面是有三个病人的 还好都是男的 然后病房里面有卫生间和其淋浴 条件还非常好啊 觉得还不错 好吧 就是这样提醒大家 注意戒烟戒酒 这个正正的戒 不要过度 好了就这样 今天终于搞完了 折腾一下午 就到了四点多钟了 还非常感谢大家 很多朋友 在评论里面 帮我处理一些主意啊 有各种检查什么的 我也都和那个 医生说了 我说你竟然来了 来一次不容易 老爷子原来没怎么住屋院 来了你就检查吧 该怎么检查就怎么检查 只要 不是说 我跟我乱检查就行啊 只要不要乱检查 不要 投 明明是血管的 你不要是检查别的就行了 其他的该检查就检查 反正这是我和医生 做到一个想法 好了就这样了 最主要他能走医保 知道吧 好了就这样 拜拜了 拜拜